好,来我们看第二题 在旁边这个图呢,它有两个Wing of a Fan 然后我们的OOPQ OOPQ是一个半元 OOTR是一个半元 QRS是一个半元 然后它给我们它的Diameter 它要我们找出它的Total Perimeter in Term of Pi OK好,so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一个OPQ 它的Diameter呢是18 它的Radius就是9 然后我的那个什么 那个OTR 它的Diameter是8 它的Radius是4 然后我的那个QSR QSR 它的Diameter是10 它的Radius是5 然后它们度数呢 都是180度 也就是Pi Radian 然后我们有X等于R data 所以它的这一个 什么OPQ的UP 会是等于9层Pi OTR的UP 会是4层Pi QRS的UP 会是等于那一个5Pi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一个是9Pi 这一个是5Pi 这一个是4Pi 所以这样 这样加上来很简单的 它题目看上来难而已啊 可是它真正来讲其实是很容易的 所以它的Pi Radian 是2个 9Pi加4Pi加5Pi 18 然后36Pi OK 所以它答案是36Pi 那我们看了一下Schema在这边 你看5Pi9Pi4Pi 这边这三个其中一个就有1分 然后2乘以5Pi加9Pi加4Pi 这边又1分 然后它的这个36Pi1分 所以我们可以懂它Schema 是这样来给分的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很惊讶啦 看起来好像很难的一题 结果事实上是很容易 然后同样的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area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知道呢 area是1分2R2B 所以我的areaofopq呢 是1分29Pi 然后是81Pi分2 然后我的areaofotr呢 是1分2 然后4SquarePi 468Pi 然后我的areaofqsr呢 是1分2 然后5SquarePi 然后才会变成25分2Pi 然后我们的一片呢 是大的这个加这个再减这个 所以它的那一个area呢 是81Pi分2加25分2Pi 25分2是2.5 然后再减8Pi OK就是减掉4的那一个了 减掉4的这个了 OK 然后再乘以2 OK OK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 其实我可以把它沉进去 它就变得比较简单的那一种 所以它在这一边它会变成81Pi 然后加25Pi 减16Pi 然后我就有81加25-16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90 所以它答案就变成90 90Pi Cm² OK 90Pi Cm² 那答案是Cm 所以它答案是90Pi Cm² 来我们看一下schema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90Pi 所以它在这一边就1.2R² 这三个其中一个有出现就有一分了 然后就 substract semicircleOPQ with semicircle OTR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 然后再乘以2 然后就会变成90Pi 就可以拿到我的NE 然后它的这个schema呢很好玩的 它降下来呢 其实是 这一个分跟这个分跟这个分 都是有连贯的 你要拿到这个NE 你的三个KE都要拿到 就是这样